然後我今天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借你們的尊口 推銷一下 重點是 另外一個杯子 這個杯子 我在這兒 這是什麼?這是很像帶起來的 他說這兩個是給銀的,這兩個給莫德 你沒有很仔細看到我放了什麼東西 沒有 我反正有錄影 我想說先泡了給你喝,然後喝了之後我們再來講 沒問題 很習慣這個莫舍 謝謝 最近應該蠻壞 還好 忙是忙,忙不壞的 因為你是超人 沒有 因為團隊很厲害 團隊很厲害 不是我 好 非常好 像 太囁ch了 好 OK,跟我們以前談的一樣 一樣的這個邏輯 這兩杯都是您的 兩杯都是我的 給您的,那我就放你這吧 這樣子的方便 無接觸,對 OK,好 有什麼不一樣嗎? 這邊比較濃一些 都蠻香的 對 然後這杯 它裡面的就是 看到的有些固體物比較多一點 這一杯是幾乎沒有 可以喝嗎? 可以喝的 感覺上這杯比較回甘 對 嗯 嗯 比較回甘 滋味也比較清楚一些 但是都是還蠻好喝的 那這個您覺得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對,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對 聞起來味道是比較明顯的 讓一個消費者來錄個體驗 謝謝 那 再問您另外一個問題 這兩杯啊 您覺得 如果它是販售的商品 你覺得 他們 價錢是 一樣或是差不多的好呢 還是有明顯的差距比較好 我覺得兩個味道蠻不一樣的 所以應該是 應該是要看你的偏好吧 所以如果你喜歡聞起來比較濃 然後它 雖然不太回甘 但是它有一股它的特色 嗯 那當然會特別的去選擇這一杯 那這杯是喝起來很舒服 但是 跟市面上面的茶飲料相比的話 也 我也很難一下就說出它的特色是什麼 它就是 有一些甜甜的回甘比較清楚等等 對 那所以 價錢上我就比較不知道 因為 我很難去判斷說 對這樣子的味道偏好的人有多少 那我自己因為 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偏好 所以很難做這個判斷 沒關係 沒關係 您講的好 我一萬一公開這樣 這樣 好啦 現在就 謎底揭詳了 對 來 兩個呢 其實它都是重點木楼廠 對 然後 烘焙的程度其實 是 一樣的 差別只是差在說 這一個它是機器採收的 然後它沒有去剪汁 對 那這個是手採 然後它有剪汁 然後 對啊 所以這是那個固體層積物的差別 對對對 但是基本上 它們都是所謂的 清新烏龍這種茶樹 弄出來的 對 那就是 這邊的回甘確實是 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邊的味道 確實比較濃郁一點 但是我很難去做一個品牌 沒關係 可是您喝的都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對對對 對 好 謝謝 感謝 那這等一下結束我再收好 好 好 茶的部分就這樣子 好 茶的部分就這樣 二一天作物 這邊同一杯茶 好啊 對啊 因為其他都是同樣的東西 對對對 代表人跟機器的合作 對 對啊 所以其實 我會想要請您幫這忙 也是其實就是 有很多的人 他們在爭論 到底是 純手工的好呢還是 就是說 純手工的比機械採收的好 不小心喝得出差異啦 各有各的特色 對啊 這是比較清楚 對對對 那其實 就是見仁見智啦 但是 傳統上 大部分人還是因為 你用人去採人工就貴 所以他當然要 就是要賣比較貴才能夠 符合他的成本 那當然 可是 事實上其實 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此 慢慢也越來越多 持不同意見的人 所以我只是想說 再一次 借委員 借委員的尊候 來做一些東西而已 順便以後拿來宣傳 你之前今天說可以 影片人 沒問題啊 樂意很樂意 嗯 嗯